花蓮港警总队新卸任总队长交接典礼22号举行 由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徐旭新主持 新任总队长是由李安纯来接任 而卸任总队长徐士林则调任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副局长 新任总队长李安纯表示 未来会持续加强防疫还有检疫来做好港区治安维护工作 花蓮港警队在22号上午举行新卸任总队长交接典礼 并且由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徐旭新主持部达 新任总队长则是由李安纯宣示之后正式接任新职 共内政部109年6月18日台内人字帝1090321487号令合定 李安纯要派在花蓮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 其所属原警就因服从命令课尊纪律尽终止守 此令中华民国109年6月22日 新任总队长李安纯仅到51期毕业 历任过花蓮港务警察局都察长 也历任过瑞芳淡水新店三重奔局长 资历相当完整 李安纯表示这次再回花蓮不会陌生 未来会持续加强防疫以及检疫 做好港区治安维护的工作 很高兴这一次能够第二次重回我们 花蓮港务警察总队服务 那事实上因为现在是疫情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警察总队花蓮港这个部分 主要是负责花蓮港跟和平港的这个港区的安全 尤其是防范走私 还有对一些防疫工作有影响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来到论以后我们在秉持已经良好的传统 在既有的基础上 我们会加强防疫跟检疫的工作 对一些不乏的行为我们加强打击 而卸任总队长徐志玲则是荣申国道公路警察局副局长 在22号举行的新卸任总队长交接典礼 社会贤达贵宾等人士应邀官吏 场面简单而隆重 记者刘明秀花蓮采访报道